苏清泉赶到屏洞殡仪馆亲自碾香致哀 跟家属致歉 一夕之间失去儿子 母亲面临白法人送黑法人的痛 才47岁的儿子因为中风住院 有妈妈在医院照顾 没想到只是下楼买个东西 就遇上活景就此天人永隔 尽量圆满 尽量把爸爸圆满 儿子不愿意多谈 只想好好的送父亲最后一撑 我跟他接触是 很好啊 他以前都会去找我 我们有在互动 我跟他互动都是钓鱼 我们就平常是很愤怒 有在交流 就是感觉都不错 同时在说我不来伯 同时听到二号也很不舍 那一名69岁的庄姓死者 因为蜂窝性主之言 一号才住院短短三天就 命丧火场 让家属不能接受的是 明明找了24小时的看护 事发当下 看护却不顾病患自己跑了 他打电话给我 我以为他是下来买东西 或是什么事情 没有在一起 他跟我说 我大哥在楼上 不知道救不救的下来 我是不想去追究他的责任 只是说 有点 有点依难听 因为他也是辛苦工作的人 我不想去追究那么多 就是自己运气不好 检察官香烟后 罹难的九人中有七人是 吸入过多浓烟呼吸衰竭身亡 另外一名八旬夫人 则是心脏衰竭自然死亡 不过家属却再也见不到 最亲爱的家人 惊喜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